第一題如右圖所示 一个质量2公斤的物体 静置于光滑水平面上 若受到10牛顿水平推力 持续作用3秒 则此物体可获得的加速度大小为 多少公尺每秒每秒 题目给你的作用3秒钟 对我们求加速度而言是没有意义的 力量持续作用时间 那么它会改变的是速度 而不是加速度 加速度的大小要用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F等于MA来计算 我们的受力10牛顿质量2公斤 最后算出来我们的加速度是5公尺每秒每秒 所以第一题问我们说 则此物体可获得的加速大小为 多少公尺每秒每秒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5